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996集 他乖孙每天就是喝酒,和几个狐朋狗友到处闲逛 这样也挺好的,罗老头年轻时候也这样 罗耀宗的举动被他归为没懂事 起码罗耀宗从不去惹那些惹不起的人 除了上个月在香蜜湖调戏女人 人家叫了十几个榜大妖元的帮手,把罗耀宗给揍了一顿 这顿揍,让罗老头在家骂了儿子罗德贵好几天 罗德贵当村长,哪有他当村长的时候厉害威风啊 居然看着耀宗被人揍,对方却连油皮都没破 不过这顿揍,也让罗耀宗在家乖顺了一个月 昨天第一次出门喝酒,怎么晚上回来就打听起臭竹沟的地 罗老头浑浊的老眼里闪过金光 乖孙,你告诉爷爷,是谁让你回来闻这块地的 是不是和你一起喝酒那混小子 罗耀宗表情有点扭曲 他昨晚是被女杀星吓坏了 屁滚尿流回来打听臭竹沟的情况 不过现在他还有几分感激女杀星 要不是因为这原因,他还不知道臭竹沟是罗家的地,还值那么多钱 罗耀宗一拍大腿 他今天不是见到买地的外商了 当时就该问问那些外国人买不买臭竹沟 外国人说要买,就算他爷和他爸说不卖也不行 他爸是村长,臭竹沟是被他爸爸故意藏起来的 外国人要是知道,臭竹沟就藏不住了 罗耀宗一脸打了自己好几下 真是太笨了,居然没抓住机会 一开始他也不知道和女杀星说话的外国人就是买地的外商啊 罗耀宗脸上的表情一会儿一个变 爷爷,没有的事儿,我聪明着呢,谁能骗我呀 罗老头根本不信,可罗耀宗却不和他说话了 脚底抹油,往院子外面跑 奶奶最疼我,我找奶奶去,奶奶肯定要把地给我 罗老头抓起桌上的小鱼竿丢他 臭小子,他就是再疼你,这个家还是你爷爷说了算 到底是谁惦记着罗家的地 罗耀宗跑得飞快,罗老头也追不上 不过老头也不慌,没有他点头,那块地连儿子罗得贵都不敢偷偷卖 夏小兰不知道他走后,哈罗得的保镖把他要找的怂包抓住了 哈罗得眼里看不到罗耀宗那种小人物 罗耀宗也是想得太美,想要找外商卖地 正常途径下,他根本没资格和哈罗得对话 一个村长的儿子,就算想见哈罗得身边的助手,都不可能 他爸罗得贵也不行 福田街道办的干部要见助手还差不多 上部区的领导,大概能见到哈罗得的管家艾伦 非得市政府那个级别的,比如受到汤红恩信任的彭秘书 才能和哈罗得直接对话 罗耀宗异想天开,想把夏小兰甩开单干 夏小兰离开香蜜湖后,直接去见彭秘书 彭秘,我把地看好了 夏小兰看好的地,连地图上都懒得标识 一个臭水池子,给哈罗得办事的人 也没想过会有人切上盲下,把这二十多亩地藏起来 毕竟哈罗得总共买了两千五百多亩 这几天正在确定边界,要查到这块书了 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 彭秘书看着夏小兰等比例放大的草图 一脸纳闷 在哈罗得看中的地和香蜜湖度假村之间 还给你留了这么大一块地方 没人要?哈罗得不是把那一块全买光了吗? 大小也合适,二十多亩 可能正好是夏小兰能负担的面积 彭秘书也想不通啊 难道这世上真有财运一说 夏小兰就是那有财运的,注定她要发财 你具体给我说说那块地 万一是哪个村的坟地就不好动了 一动是要发生流血冲突的 夏小兰甚得慌 第一个盘他怎么可能找坟地 别看前些年破四旧力度大 好像一时之间全国人民都不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了 可华国人有多讲究风水 夏小兰可知道的清楚 在坟地上盖楼脉 一旦有半点风声传出去 他的第一个楼盘就等着全砸手里吧 不是坟地 我和葛剑仔细看过 一个坟包都不见 那里有个污水池 是附近村民清倒垃圾的地方 周围有许多竹子 他这一解释 彭秘书就更不懂了 臭水池子 别人都避之不及 你买来做什么呀 瞧你说的 这平整开阔的土地谁不想要啊 可是这样的地偏偏贵得很 我主要看重它的地段 左边是哈洛德将来的高尔夫球场 右边是香蜜壶度假村 是不是臭水池子不重要 平整地基的时候都要处理的 我增加点治理成本 这却是我向政府讨情面的地方 一个恶臭熏人的垃圾堆 就在香蜜壶和高尔夫球场的夹缝里 多影响外上的投资情绪啊 让政府处理还要掏钱 把地卖给我 既是一笔收入 也省了治理的钱 一举两得的事 您听我说的对不对 夏小兰说的很有几分道理 比较高端的高尔夫球场 旁边留着个臭水池子算什么呀 彭秘书忍不住就点了头 夏小兰一番话 说得又快又急 没给彭秘书思考的反应时间 他点了头才想起来 夏小兰多精明的一个人呢 怎么会无端吃亏呢 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这块地肯定有古怪 你都出治理费 哈罗德套不起钱吗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哈罗德没把这块地买到 你这样说 是不是想压价呀 夏小兰露出腼腆的笑 这当然瞒不过彭秘义 我也没打算瞒着 不过市政府和哈罗德 都已经签约了 您现在去提醒哈罗德 他还忘了一块臭水池子 也意义不大 这块臭水池子 对他是可有可无 对我却有决定性的作用 再怎么说 也是我和您关系更亲密一些吧 这倒是真的 人都有亲疏远近 彭秘书哪怕一天疯狂吐槽 夏小兰几百回 他也清楚知道 因为有汤市长的存在 他和夏小兰才是一条船上的人 他不帮夏小兰 跑去给哈罗德报信 他又没疯 行了 你别拍马屁 我看看这事怎么办 就算是个臭水池子 你也得正规通过市政府的同意 才能拿到地 你要成立的公司 有眉目没啊 难道用远辉的名义拿地吗